男人爱你太深,才会情不自禁有这些举动,要珍惜 在爱连说,也许爱不是热情,也不是怀念 不过是岁月,年生月久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男人爱你太深,会慢慢地将爱你这件事当成一种习惯 年生月久,这份爱深埋在他心中,占据了他全部身心 再也容不下其他,他的心里只有你 当他满心满眼都是你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有这些举动 没有任何理由,就是去想为你做些事情,来表达他对你的真心 只有这样做了,他才会安心 男人深情起来,也会变得很洒很可爱 当你出现困难的时候,他会第一时间赶到你身边 不管有什么事情,他总是挡在你面前,生怕你有危险 爱了就爱了,不会再轻易放手 男人爱你太深,才会情不自禁有这些举动 遇到了一定要珍惜哦 刚分开就开始想念 一个男人爱你爱得太深,就会出现刚分开就开始想念的情况 也许才分开不过两分钟,他就等不及给你打电话,发微信 想和你继续说话,一直聊到回家都舍不得放下手机 他不会觉得你说话厌烦,只想和你这样一直说下去 直到地老天荒,在他心里,只要有你在的地方就是最美好的所在 他每时每刻只想和你待在一起,永远不分离 看着你们的聊天记录傻笑,夜深了,你们结束了聊天 而他还睡不着觉,他开始翻看你们的聊天记录 每次看都会嘴角上扬,一个人偷偷傻笑 有时候父母看到他神经兮兮的样子,都觉得不正常 而他却不以为力 大概爱上一个人就会变得不正常 有点疯,有点痴,他自己也知道是这个样子 却不打算改变,也不觉得丢人 他只觉得这很幸福,即使别人会以为是神经病 他也依然觉得这是一种甜蜜的负担 情不自禁地亲吻你 当他在爱你时,一定愿意和你多些肢体接触 不管牵手,拥抱,亲吻,他都会情不自禁 就是因为他爱你,才想要常常接近你 而且每次亲吻你时都会很认真 似乎那一刻只有你和他,再也看不到其他 喜欢就会放肆,爱就是克子 真正爱上你的男人,一定会小心翼翼地对待你 是爱让人变得胆怯,变得患得患失 忍不住想和你见面 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会有什么表现 一定会忍不住想和他见面 曾经听一个朋友讲过 一次夜里快11点了,他很想女朋友 哪怕再远,他也一定要见到他 那晚他硬生生开了两小时的车 只为见他一面 其实有些疯狂,他也这样去做了 其实深爱一个人是会做出些疯狂的事情来 在某一刻他就是迫不及待想要见到你 一秒钟都不愿意等 哪怕再远,也要去找你,也要见到你 情不至今给你买礼物 其实他如果真的心里有你 便会时时刻刻想着你 不管在情人节还是纪念日 总会给你买份礼物来表达他那颗心 就算每次出差,也都要带份小礼物回来 也许那些礼物并不贵重 但这份心意已经很难得了 其实女人有时候很好哄 她们在乎的从来不是礼物 而是你的心意,你的态度 如果你爱他,记得给他买份礼物吧 男人爱你太深,总会情不至今做出好多事 可能有些疯狂,可能有些好笑 但那是因为他太过爱你 杜拉斯说,如果爱,请深爱 爱到不能再爱的那一天 真正爱你的男人才会情不至今有这些表现 如果你遇到了这样的男人 一定要紧紧抓住,没有人会比他更爱你